大家好,我是奥君,我也来了,看来啊,我这个头发没有白理,对吗,和大家和性爱小伙伴科普一下,就我这个频道只要我理发的话,那从历史上的数据去回测的话,我只要理完发,然后第二天或者下一次开盘的时候,纳指的话收盘的话一定是收率的 这个是在我们仅仅有的数据里面去回测的话,是100%的一个正确概率,反正到今天为止的话,仍然是100%好吗 本来我看盘中的时候,纳指一度是跌了挺多的,好像跌了0.6啊,0.7啊,结果就一股魔咒对吗,就直接把它给拉回来了,干的非常漂亮 今天的话,今天股市的话,今天其实板块之间轮动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你可以看到financial energy的话,今天跌的比较厉害,特别financial的话今天跌的比较厉害 然后今天的话,很多中概股的话,确实也被沙谷直沙的挺厉害,早上的话我看电动,我们说的一个电动三小,或者三剑客的话 中国EV三剑客的话,其实早盘的时候也被杀的,但最后的话还是回去了 说明什么,说明投资者的话,还是有选择性的一些杀跌的,对吗 因为你想理论上要杀跌的话,或者要知道这个新闻的话,你要和,比如说要和中国的一些政府,或者说地方政府有联系的话,你有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对吗 就你要杀的话,这你有一定是手当其冲的,你可以杀的,但是你看一下,今天你有的话,比特斯拉比特斯拉跌的多少 所以我觉得市场还是有选择性的,但我没想到今天bdb的话,好像跌挺多的,我记得bdb站的话,跌了9%吧 我一直觉得其实b站的话,从中概股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我觉得b站和EV三剑客的话,其实相当说走的比较稳 但没想到今天b站的话,就跌了10% 好吗,今天最亮的仔的话,这个啊,shopify,amazon,amazon其实挺奇怪的,待会和大家分享一条新闻 然后就今天关于amazon一条新闻,待会说到这条新闻,我再仔细说,但我总觉得这条新闻的一个时间点,真的挺奇怪的 因为技术上,你能感觉到amazon是要破新高,我说amazon要破新高,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对吗 但是今天今天是破新高,但是今天是带着这条新闻去破新高,但你总觉得这条新闻是 你总觉得他是一定要破新高,这条新闻正好是实际非常非常的好,帮助他去破新高 但实际上啊,我们说的一个合同的一个之间关系,amazon并不一定会拿到这个合同的,对吗 待会的话,我会大家仔细展开一下,反正今天最亮的仔的话,就不是square今天不行啊 对吧,就虽然涨的涨了2.33,但是不行,这肯定是啊,不是shopify就是amazon好吗 然后就来看第一条新闻,就是和亚马逊有关的,今天的话就啊,我亚马逊那为什么涨,因为五角大楼啊,你在微软和亚马逊之间的话,达成云协议啊,原来的话这个协议就原来这一个contract,整个一个contract的话是啊,十个别点就是100亿美金,也100亿美元的一个一个云计算的一个合同,原来的话在2019年的话是给微软的 但是现在的话,五角大楼又宣布了一个多供应商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计划,等于要把这一个100亿的一个项目的话就分开,就分成分成多个供应商 但是这边他们认为就他们认为仅有的两家公司能够满足其要求,就是微软和微软和亚马逊 但是他们不排除,就其他的其他的公司的话可以也是提出自己的一个proport,比如说你也可以去申请,其他一些公司的话也可以去申请的 只要你符合他们的一个合同的一个条款的话,你也是有可能会最终会得到这个合同 所以并不一定代表亚马逊,现在不是一定代表亚马逊就一定能获得这一个合同 只是现在这个这条新闻只是说原来这个合同是完全给微软的,然后现在的话把这个合同又开放出来了,然后大家一起来,然后多个供应商一起来 但是你从你就你你从公司的一个基本面去出发的话,那可能是微软,可能最后的话就定在亚马逊和微软之间 但是不是一定亚马逊拿到,不一定的 或者说是不是一定只有微软和亚马逊这两两家公司最后去平均这100亿的合同 现在还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决定好吗,只能说这只能说非常有可能或者大概率的一个事件是最后是在微软和亚马逊之间去评论 然后从这条消息其实挺奇怪的,就因为你你去看,我说一种,我说我一直说,我说亚马逊已经横盘横了9个月了,我说 而且最近有很多一些消息,前段时间我一直,其实看天天看我这视频,小伙伴应该知道我聊过很多遍,我说你总感觉市场上想去把这个亚马逊捧上去,想去把亚马逊捧上去 结果今天这一条新闻,他直接把他拉拉到,就直接把他拉到一个all time派了 或者是破了一个新高,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去明显的,你可以感觉到就技术层面上,就技术层面上,很多市场上的一些仓位啊,然后一些情绪里面都到了 然后最后的话就差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给他这条新闻趴,移进来的话,直接给你冲到新高去了,好吗 但我总感觉这条新闻这个时机真的是,应该说好巧不巧吧,挺凑巧的,好吗 反正亚马逊总而言之,反正亚马逊是破新高了,反正手里有亚马逊呢,或者最近就是布局亚马逊那些小伙伴的话,还是恭喜大家吧,我还是觉得挺厉害的,好吗 然后我想再聊一下滴滴啊,因为今天我说实话,今天我感觉整个蓬勃上面真的有好多新闻都在聊滴滴,都在感觉真的有点像那种过节捞肉,不单单是在,不单单是在蓬勃上面,在推特上也有很 很多人在聊滴滴,所以说实话,我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中概股都被带下来的一个原因,我总感觉这一波的话,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想去炒底啊,但是我总感觉这一波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快就结束 好吗,反正这是我的感觉吧,但是我说谁随便什么样的股票,即使他要破产那种股票,他跌的话也是有底的,而何况滴滴的话,他实实是有一个业务在那边,他只是现在的话,一个政策的一个风险,或者政治上的一个风险相对比较大,而且估值来说,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的估值其实是偏高的,好吗 然后这条新闻我就简单说一下,他说这条新闻,他说滴滴在IPO前的话,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一个股票期权的话,交给了老板,或者交给他们一些投资人 他是这样的,在前就在他们IPO前几周的话,他向一批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发发,他说就发出了一笔甜蜜的一个礼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一个股票 他其实给的是这篇股票的一个期权,他其实给的是warrant,但是呢,其实在很多公司上市的时候,他都会给一些公司的一些高管这些奖励的 但是一般来说,这些奖励的话,都是有一个,他说这边说一个四年的一个归属限制,就其实就是在,你不可能马上就可以去access,马上就可以去实施你这个warrant 简单来说,就是你不可以在市场上去兑现的,起码要到四年之后,但是这一次滴滴的他的一个warrant的话,他是没有限制的 他就,他是没有这个四年的一个归属限制,他在六净售期,在六个月净售期到之后的话,这一批warrant的话就可以在市场上去抛售了 或者说在市场上去兑现了 而总共的话,这些价值的话,在31亿美金左右,这是非常大的,等于像3.1 billion呢,这是非常大的一笔奖励 然后这一笔费用的话,将在二季度记录,就二季度,在他们二季度财报里面的话,这一笔费用的话,将会记录到所有证券的一个费用里面 所以我最后想说什么,就整件事情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仍然是在风头上 而且现在是在风头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浪打起来的话 现在基本上还是在仍然在这个浪的一个,在上升的一个过程中 就好比前段时间整个华尔街去聊,通胀要来了,或者利率下跌,然后利率下跌,杀成长股 这个固执线我觉得是,现在的话仍然是在一个上升的一个,情绪面的话仍然是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 所以你真的要去炒底的话,我个人其实觉得,等这条故事先烂聊聊聊,聊到最后烂透了 起码你得给一段时间给这个市场去消化,聊到烂透了之后 你从技术上面去炒底的话,也许还有这个机会 不然的话,我觉得短期之内的话,我个人觉得 起码来说股价的话,还是有下行的压力,或者是要撑压的 反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然后大家来看这个图,这个图的话 他今天主要是说一个liber spreads,这个数据的话,首先他看的是一个立场 就是一个liber和OIS,这个数据我以前和大家聊过 在2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在很多小伙伴都觉得股市要崩盘的一个情况下 因为2月份,特别是2月份成长股下跌那一波非常非常厉害 在特别是第一波下来的时候,很多小伙伴觉得要崩盘的时候 这是我第一次和大家聊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说在我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要崩盘的话 每一次的一个崩盘,它都会有一个流通性的一个风险 或者流动性的一个风险 而衡量流动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其实是liber减去一个OIS,或者liber和OIS的一个差距 因为你去看0809年和上一年2020年3月份的时候 就疫情来的时候,这一个我们说的一个spread 或者他liber和OIS之间的一个利差的话是非常高的 这个利差一旦非常高的话,就代表整个市场里面有流动性的一个风险 有流动性的一个风险的话 那代表这一波下跌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是回不了的 所以我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就第一波成长股下跌跌得非常厉害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看到整个市场里面有流动性的风险 所以我不觉得这一波下跌起码是一个熊市要来临 然后今天的话我正好又看到 蓬勃上面又有另外一篇文章去聊这个指标 然后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这个指标在一个什么位置吧 首先现在这个指标或者说一个spread 就是liber减去OIS这一个spread的话 这个利差的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利差非常非常小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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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就是这边他说credit risk is extremely low 他这边主要说的是信用风险 他说的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一个信用风险 银行和银行之间的一个信用风险 现在来说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小 反应在哪呢 反应在这边他也说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是什么 reserve percentage of bank assets 就是现在银行的一个存款准备金的话 相对来说这个比例的话相对来说现在是比较高的 我不知道我翻的对不对 反正就是reserve 就银行那个reserve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这个spread或者这个利差的话 liber和OIS的利差非常非常小 另外一个原因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有ample liquidity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就是现在市场里面的话有足够的一个流通性 所以就我说市场主要这个市场里面有足够的一个流通性 有足够的一个钱on the side的话 整个市场的话 其实是非常难出现一个比较大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或者非常难出现一个熊市的 好吗 然后带大家看两个etf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首先这两个etf etf的话都是vanguard他们一个etf 第一个的话是vug 他们是vanguard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etf 但是他那个成长性etf 我待会再会带大家看见他们的一个仓位 或者前十的一个持仓 基本上都是一个大盘的一些科技股 主要都是科技股 然后的话是vanguard的一个value的一个etf 一个价值性的一个etf 是vtv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指数的话是year today 是从今年2020年1月1号开始 你可以看到蓝色这条是一个成长性的一个etf 基本上已经慢慢的慢慢的要赶上价值性的一个etf了 而且可能他今天的一个数据成长价值股 今天一个数据还没进去 今天一个价值股 这个数据今天数据进去的话 非常有可能成长股year today的话 就vanguard成长股的一个etf的话 year today已经跑赢价值股了 其实你想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 就我们回过头去看 我们假设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的话 那其实你理论上去想的话 你最好的一个操作在哪 是应该在比如说在2月17号 或者在2月上旬的时候 你选呢在那个位置把自己成长股全部抛掉 你去买一个etf 你去买一个价值股的一个etf 或者你去买一些银行类的一些板块 那么去买价值股 在那个位置买价值股 然后然后的话 你在什么时候卖出选择卖出价值股呢 或者你在5月12号那天 对吧 这两个你看这两个指数差的最多的那一天的话 你选择在那一天的话 你去买成长股的话 那你今年的一个走势 今年year today这个走势一定非常非常好 但实际上这个市场里面有多少人能够那么精确的去time the market 基本上是没有的 对吧 反而你如果从今年年初开始的话 你就只有直接持有一个成长股 或者你就直接持有一个价值股的一个etf的话 到今天为止的话 大家都是扯平 对吧 前半年一些所有的一些情绪 正面的情绪也好 负面的情绪也好 等于是过眼云烟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他的持仓 这个是他的就vanguard的一个成长股的一个持仓 你可以看一下他前十大一个仓位的话 Microsoft Apple 然后Amazon Facebook Tesla NVIDIA 全部是科技股对吗 然后你去看一下 就他的一个价值 他的一个value的一个etf 价值的一个etf的话 你看一下他的一个仓位 Burkshire Hathaway 然后JP Morgan Johnson Johnson United Health 其实差的比较多的 就基本上价值股的话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defensive 防守型的话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 但其实我说实话 因为很多小伙伴会疑 比如说你看这张图的话 很多小伙伴会 那那行啊 你说talking你说year today 前半年的话 基本上价值股和成长股 你起码从vanguard的一个etf来看的话 价值过成长股打一个平手 那你觉得下半年 他们谁走的比较好呢 但其实说实话 你可以去你今天你不管问我意见也好 或者问其他任何人一个意见 大家都可以给你一个意见 但其实半年来说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去判断的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判断 但是半年来说真的是比较 但我说实话 你如果去看这前十大的一个持仓股 你我们扪心自闻问自己 在接下来的三年到五年里面 你觉得这一个投资组合走的会比较好 还是这一个投资组合走的会比较好呢 对吧 你觉得是就接下去的三到五年 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大家心里应该都是有一个底的 或者我觉得大多数的一些小伙伴 应该都能认为这一个投资组合 应该会大概率的情况下 把三到接下去三到五年应该都会比 这一个投资组合要做的好吧 对吧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线去放 如果要把这个时间线去放长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心里的答案 都是非常清楚的 只是很多时候 因为每天去关注这个50 很多时候每天去关注这个新闻 会被一些新闻去影响自己做一个决定 而想要去试着什么 想要去试着 比如说在这种位置去选择做一个做价值股 在这种位置选择去做成长股 实际上呢 根本是不可能 当然了这个位置是有信号的 怎么这个位置在5月12号那天有一个什么信号 整个市场上有个信号 就是在那天的话 如果看这个频道下 我应该知道资金会在那天的话 我做吃播了 对吧 含着泪在那个位置加仓 下一次的话 也许我又做吃播的时候 或者吃播第二集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加仓成长股的一个时候 这我我是开玩笑 但是我说实话 其实我们真的把这个时间线放长的话 我觉得大家心里其实都又是有那个答案的 而我们虽然我们有那个答案 但是在短期之内的话 我仍然想去做的什么 仍然想去做的 找到那一个最低一点 或者找到这个最高点 但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好吗 所以我个人一直是觉得最简单的 或者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其实不是说去找 不是说去他们的market 不是说去找这个点 或者说去找这个点 而我觉得最简单的 其实是你留够仓位 不管是我说10% 20% 30% 你留过仓位 这个仓位你一直放在旁边 然后剩下的一些仓位 你就让他去走 对吧 剩下不管是70% 80% 剩下你就让他去走 不要去试着说 我觉得大盘要调整 然后我去剪它 不要去剪 一旦大盘真的要调整了 一旦到市场极度恐慌 市场都是觉得 哇整个世界末日要来的 那时候 在这个时候你要敢去加仓 在这个时候 你要敢去进去 我觉得就这种dollar cost average 我觉得相对来说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反正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好吗 然后来看一下指数 或者科技界贵果 说我说一下我前两天没说过的一些 然后先看一下罗素两天 因为我记得大前天还前天吧 有一个小伙伴和我说 他说罗素两天走是走坏了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罗素两天走坏了 即使今天这一个阴险拉出来之后 我也并没有觉得他要走坏 好吗 起码现在的话仍然是符合现在的一个 就蓝色这条趋势的话 暂时来说现在是不变的 蓝色这条12345的曲线暂时是不变的 现在非常有可能走成是一个黄色这边 然后橘色这边的12345 就是他一个蓝色的一个三浪里面 走出来一个延伸了 走出一个12345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然后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现在并不是在这条橘色的一个12345 而现在是在一个蓝色这边的一个ABCDE 他这边走出来一个横盘 就走出来一个横盘的一个调整 这种调整呢 在二浪里面其实不是非常常见 就比如我说横盘调整是这样 就比如说你二浪是在这个位置结束 二浪并没有在蓝色的一个二浪并没有在这个位置 而是在现在蓝色二浪走成一个ABCDE的一个调整 然后的话 可以在这位就蓝色蓝色的话二浪停在这个位置 虽然说在波浪里面不常见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二浪的调整是比较迅速的 然后是比较深的 但是不排除不能说一定排除这种可能性 只是说小概率的事情 他会弄他会走成这样一个延伸浪的一个走势 ABC也是有可能 ABCDE也是有可能 但是这个概率相对说会比较小 好吧 然后最后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在呢 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其实其实是如果说他在这个位置去跌破221的话 就我现在看的是IWM就I share的一个罗素2000的一个ETF 这个位置如果他跌破221的话 那可能就需要有一点准备 或者说需要他有可能这个位置就走破了 但暂时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趋势的话还是没有走了 还是没有走坏 好吧 然后看一下STEM STEM的话我这边画了一条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的话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你可以看到他是在五条日均线的一个 一个触碰的一个下面的一个点 这条趋势线是比较明显的 就你感觉上你起码你可以这条这边画一条趋势线 然后沿着这条趋势线平行线的话 你在上上沿的话 你也可以画一条趋势 你感觉他是在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之中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一个higher lows 和higher highs 就是他的最低点的话越来越高 他的最高点的话也是越来越高 但其实啊在我看来的话 反正这是我的判断 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走势 特别是在慢慢破新高的这种走势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而接下去的话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他是要跌破这一个趋势线的 因为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动能缺失的一种走法 所以在这种位置的话 假设啊就假设我今天没有仓位 我没有任何stamp仓位的话 在这种位置的话 其实我是不会选择进去的 即使你感觉他这种走势 这个趋势线画出来 是一个非常bolish的一个走势 就非常非常利好的一个走势的话 其实我个人的判断 就我是不会 我如果没有仓位 我是不会在这个位置进去的 好吧 然后最后的话看一下Palantir Palantir的话这两天跌下来的 其实我我个人其实觉得 Palantir这一波跌幅的话 其实挺好的就这种跌幅其实是非常 就我个人其实觉得就是非常符合波浪理论 一浪和二浪 一浪比较长比较缓慢 就缩小量的一浪 一浪的一个上涨 然后二浪的话非常急促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 但是并不是放量那种下跌 这种走势其实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 然后下一个点位的话 可能我觉得可能还会调整 下一个点位可能去看23.54或者是22.32 就38.2%到50%的一个回调 就这一波上去的一个回调 而且你可以看 经过这几天12345 经过4天吧 4天到5天的一个下跌和横盘的话 他的一个RSI的话已经回来了 RSI已经回到只有50左右 这是非常好的 如果再往下跌两天 比如说他跌到 百分之跌到23.5或22.3左右 这个位置的话 他的RSI就接近 就要接近一下区间 那完全是给他 再继续下一波上升的一个浪的话 腾出来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那么 所以我我个人觉得像 像PLT 这种技术上的这种调整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好吗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明天再见